2002年河南省民泉县学者潘于 在白云寺村民家中 发现了一张端坐龙椅的长老画像 当地百姓传说 画上这位长老 就是清朝靖观后第一位皇帝顺志 发号行吃 行吃长老不仅在白云寺生活修行 而且还在这里活到康熙49年 也就是他73岁的时候才终老于此 如果历史的真相果真如此 这无疑是史学界一个重大的发现 然而要破解这个300年前的巨大谜题 并非一世 必须寻找更多详史的证据 这一天 潘于听一位乡客 说起山东河泽市眷城县锅水坑村 有一块家族老墓碑 碑上刻有与白云禅寺有关的名文 他决定乘车前往 查证河时 在锅水坑村 潘于辗转找到组长郭良胜 跟随老人来到郭家祠堂 郭良胜告诉潘于 墓碑就立在祠堂里 已经有近百年历史了 走 上里面看 好好好 这个功奉着花响是谁呀 这敬的是老爷爷 他人命叫郭玉明 郭玉明 他以后当河上到备云寺 出河房以后 发号就服怨禅寺 从老人的讲述中 潘于得知 近康熙年间 郭良胜的祖上郭玉明 因父亲造亡 母亲带着四个未成年的孩子 生活困顿 十二岁时 郭玉明不得不外出求生 后来休息有成 受到皇帝赤风 成为白云寺方丈 郭玉明的墓碑 原本立在白云寺 1919年 郭家修建祠堂 便从白云寺 踏来碑闻 供奉祭祀 如今 白云寺的原碑 已经被毁 而立在郭家祠堂的复制碑 侥幸得以完整保存 他写的这个河南城 谁见我 藏经 无且 四百八十一卷 此 痛荣 痛过 铁国 满槽乱将 赤命行星为白云禅寺方丈 恩赐子寿逐一 书善一把 奉为复原禅师 墓碑上的文字令潘雨兴奋不已 作为帝王 不会对一座寺庙无端荣宠 莫名赏赐 这些证据清楚地表明 白云村老人们传说的那些 玉刺滚笼 满朝鸾架 完全真是可信 找到这块石碑 对于证实白云禅寺的皇家身份 无疑是又一个极有力的佐证 近些年 历史文化受到地方政府高度重视 经过多次翻修重建 白云禅寺面貌已大为改观 从小在白云寺长大的马世忠老人和潘雨一样 也对寺院的每一点细微变化都在时刻关注 他收集保存了不少石碑和从前大殿翻修时拆下的砖瓦 在马世忠老人看来 白云寺每一件旧瓦残片都是积淀沧桑情感的心爱之物 令他难以割舍 在寺院这个角落里 老人保存的这些滴水 都是从前大殿屋顶上的琉璃瓦构建 上面整条飞舞的五爪金龙令人震惊 在清代建筑有着严格的等级限定 建造庙宇时必须按照清室营造则立 在瓦座 木座 彩画等方面仔细区别 具体的仙人走寿 严靠屋脊的做法也各有不同 琉璃瓦这种建材只有皇家宫殿 以及亲王府邸等建筑才能使用 而黄色琉璃瓦更为尊贵 只能用于皇帝的宫殿 陵墓 或奉旨修建的坛庙 一般官员和寻常百姓家 是严格禁用的 民间只能用清灰瓦 这个大雄宝殿在2002年的时候 修散这个寺院的时候 被它我已经换成 就是说被那些老古典换下去了 换成现在这个规模了 从前都是琉璃瓦 他把它换了 也换成回洞瓦了 从前白云蝉寺大雄宝殿屋顶上的瓦 和屋脊的龙凤一样 全都是黄色琉璃瓦制成 彩色斑斓 美轮美奂 黄色琉璃瓦 龙凤屋脊 五爪金龙滴水等等 这些都是帝王才能享有的书中 在商丘市博物馆 还珍藏着一幅清代康熙年剑 当地一位秀才绘斥的白云丝卷画 这幅珍贵的古画 也是马世忠老人在那动荡的年代 冒着风险收藏的 在这幅画像上 鼎盛时期的白云寺非常清晰直观 全寺院气三围 门身五重 楼阁殿堂 景象非凡 除了大雄宝殿 观音殿 还有供奉着千尊佛像的千佛阁 收藏万卷经书的藏经楼 那时的白云寺香火十分旺盛 每逢佛式盛典 整个寺院灌溉云集 车水马龙 热闹非常 2009年冬季 寺院理工人们绿化种树 当土坑挖至两米深时 意外地发现一块古碑 这是一块立于康熙37年的 白云寺地产碑 上面清晰地记载着 当时白云寺占地500多亩的 广大范围 可在这块石碑上的 还有许多显赫的朝廷大员 汉林院编修 袁中林 内阁中书 吴学浩 碑上还有百音喧嚣 花语缤纷等字样 这白云啥意思 就记载了白云寺的规模 一个是证明这个当时 这个使用 占地面积是565 第二个字记载了 记载了这个当时 这个放屋有一千千年 第三个就记载了 这个白云寺寺当时 身份是1250名 都是达罗 白云禅寺实践与唐 征冠元年 一千三百多年来 曾几度荣衰兴肺 请康熙年间鼎盛时期 这里足可与洛阳白马寺 松山少林寺 开封相国寺相媲美 后来屡遭水灾 战乱等种种劫难 辉煌的寺院 几乎荡然无存 让人不能不为之扼腕叹息 古悲的发现 虽然仍无法证实 白云寺一代天子 顺治的直接关联 但却再次印证了 这座寺庙当年的锦绣辉煌 也让顺治生死 这个历史之谜越发耐人寻味 面对康熙皇帝 遇刺白云蝉色的碑文 究竟如何解读 这菱形布局的四个大字 盘与绞尽脑汁 是当堂常赏 还是常赏当堂 亦或是有其他不同的解读呢 这四个字 上面都有一个和尚人 上字 第一要分面是当是天 烫是土 唱是锦 这个烧是北 说的这个意思呢 就是有钱有底 有义扶船 就是要叫这个北云船 是缝衣足寺 田土金碑 寓意封衣足寺 是当地百姓 从字面上的理解 但玉碑如果仅是表达 对和尚志位尊崇的用意 康熙皇帝 为什么要把他 特别赐给白云蝉色呢 这样的古寺数不胜数 为什么唯有他 独得一代帝王的青睐 结合与顺治的关系 潘瑜试图把当堂厂赏 做进一步的解释 他这边是一个秦池缝 秦池 那么就是 当然了就是皇帝 我听说秦池 就是赐给北云船来 关键它是一个缝子 这个缝 在这个顾问里面 是缝田缝地缝父母 皇帝他能缝谁 他缝着四个字 当堂畅商 也可以念 畅商当堂 谁是当堂 只有父母就要当堂 按照这个解释 杯上的堂 是指父母高堂 那岂不意味着 赐字仁康熙的父亲 就在这里 但对于父亲 又怎能用赏字 他不仅要赏 还要长赏 这岂不是与中国传统文化 出入甚远吗 欲词碑文 当堂长赏这四字 康熙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 令潘瑜深陷苦恼 随着调查的深入 白云禅寺 这座有着千年历史 在康熙年间 又达到鼎盛之巅的古叉 渐渐将它被岁月尘埋的真相 一点一点展露出来 珍贵的眷画 黄色琉璃瓦 龙凤乌籍 以及行星墓碑上的碑文 种种迹象 都在暗和着老志书的记载 暗和百姓们口口相传的历史 暗和着顺治 来一次出家的可能 但真正的关联 却依然无法确认 就在潘瑜 马世忠等人 忙于探究白云寺 真相的日子里 在北京 中国第一历史大案馆的一位学者 也一直在前行研究顺治弥案 李国荣 第一历史大案馆副馆长 多年来研读青史资料 从大量的大案记载中 他发现了有关顺治弥案的诸多疑点 答案中的记载 只是说顺治身体不适 而对具体的病因病症 却只字未提 这样就给后人留下了一个 猜不透摸不着的谜 三百多年前 清世祖十路 用这十一个字 对二十四岁的顺治皇帝 做了最后的记录 大年初五这一天的深夜 究竟发生了什么 一向身体强健的赫赫天子 为什么会突然死亡 在紫禁城的静默中 顺治生死成了难解的谜题 顺治死前 王公曾发出禁止燃灯的禁令 由此顺治被认为出斗而死 但也仅是推断而已 疑点中还有顺治死前自拟罪己诏 经营殿雨迷费甚多 燕处身工与雨朝绝少 自是聪明不肯纳贱 竟在死前列举了多达十四条的赈之罪 这也与生命垂危之人 离开人世前的情状难以相符 而对于顺治下决心剃度出家的记载 倒有不少线索可寻 董厄非是顺治的红颜之计 早年受过良好教育 琴其书画无所不通 一入宫即身受顺治宠爱 两年后生下黄四子荣亲王 不幸的是 冰雪可爱的幼子 不满周遂及病逝 董厄非悲痛不已 以至于身体每况愈下 于顺治十七年八月 撒手西归 年仅二十二岁 董厄非死后顺治机遇疯狂 几度自杀未果 后又做出追封董厄非 为孝宪端庆皇后 破格后葬等等 一系列超乎寻常的举动 在董厄非死后两个月 所有的这一切 似乎还是不能平复他的疮痛 顺治又断然决定 在万善殿落发为僧 剃度出家 事实上 清朝同志者与佛教的渊源 由来已久 十七世纪初 西藏地区盛传的喇嘛教 传到关外 受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 尊崇礼遇 顺治的父亲 皇太吉时期 清公也与武士达赖喇嘛 建立密切联系 根据清公内国使院 满文档案记载 顺治皇帝 十四岁那年 也就是顺治八年的冬天 他在尊化打猎的时候 认识了一位 在山洞内静修的法师 法号叫别山 也就是从这以后啊 顺治与佛教 接下了不解之缘 六年后 二十岁的顺治 在京城海会寺 偶遇一位 名叫憨普聪的高僧 高僧们对佛法的精神阐释 进一步触动了顺治 尤其是见到憨普聪的老师 玉林通秀后 他大叹相见恨晚 赤命玉林通秀 为大觉 普及能人 有一次 顺治皇帝说啊 朕猜想 我的前身 一定是个僧人 所以现在啊 一见到佛家寺院 就不想再回宫了 要不是怕 皇太后惦念呢 我早就出家了 那么 董厄非死后 在京西万善殿 顺治的决定 是否如愿以偿了呢 据说 顺治出家 被母亲孝庄认为 是冒天下之大不韦的举动 就在他执意 让高僧昂西僧 为他举行 皈依佛门的 静发仪式上 孝庄皇太后 请来国师玉林通秀 以烧死昂西僧相胁迫 严厉制止了 这一场剃度风波 接下来就有了 大年正月初五 深夜紫时 上崩于养心殿的记载 危言的紫禁城 给后世留下了 一个巨大的谜团 昂西僧林中时 作祭语说 大清国里 杜天子 金鸾殿上 说禅道 顺治出家 记忠说道 黄金白玉 非为贵 唯有架杀 披身难 顺治 这位有着身后 佛学根基的少年天子 这位同志庞大帝国的 至尊皇帝 在弘颜知己 离世的顺治十七年八月 到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五 上崩于养心殿 不足半年的时间里 究竟经历了怎样的变故 这个谜团 让李国荣这位青史专家 也始终关注和着迷 自古有国王而始兴之说 伴随王权的兴亡更替 前朝的功会禁忌随之解除 民国初年 以孟森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学者 也曾试图探究 顺治生死弥安 他们通过制书 碑记等形式 记录历史 为后世留下了一些 珍贵的线索和证据 在咱们明末清初的时候 玉林和尚经常在咱们 这个地方住西 在这里来 他多次接待过 顺治皇帝和康熙皇帝 为他们讲经说法 《白云禅寺》的老制书 也是在此时期由寺院出资 委托当地有名的秀才 萧光府撰写的 追寻这些线索 在河南 山东 山西等地 潘宇又陆续找到了不少 康熙顺治曾经停留驻足的踪迹 这让他越来越清晰地认定 有关顺治出家的传闻 绝非空穴来风 《白云禅寺》明前传说 说到这个康熙三次来贝文参使 这个兴赐和尚就是孙子皇帝 那么通过我对律师的研究 和对白云禅寺相存的 金氏文字的研究 证明 兴赐就是孙子 康熙三次来贝文史 是由律师文字 记载了和金氏文字作证 无本西方一纳子 缘和落入帝皇家 无今撒手西归去 管慎千秋与万秋 这首出家记 言辞语气与顺治的帝王身份 极为吻合 描写的正是这位帝王 对前臣往事的追忆与感悟 只是要真正弄清 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真相 路途还很漫长 2009年 有媒体来到民权 采访报道白云禅寺 这座千年古叉中 有关顺治的种种密文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多年来 顺治或死于紫禁城 或出家五台山 从未听说 他与一座远在河南的寺庙 有什么瓜葛 这里怎么会出现相关线索呢 2010年初 前年古叉白云禅寺的密文 建筑媒体报端 媒体报道后不久 潘宇接到一个电话 一位北京的学者声称 看了报道后 经他研究破译 以完全解开康熙玉碑这个谜题 李林中 中国科学院和物理学家 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自幼有着深厚的古文化功底 李林中认为 当堂长赏玉碑 是一块文化造诣 登峰造极的汉字引文碑 里面隐藏着清朝最大的秘密 也就是顺治出家的终极秘密 中文字幕提供